面對面教學 哪裡不懂立刻舉手 九月一號正式開學 但群聚仍有風險 美國加州就發現 小學老師沒打疫苗 又沒戴口罩 大聲朗讀後 遺傳二十六人 教職員趕在開學前 接種第一劑 未滿十四天 必須付陰性證明 不過醫師點出 校園防疫難題多 還包括這幾點 中午用餐勢必得脫口罩吃飯 配合防疫全面要求裝隔板 但醫師擔心 面對Delta傳染力還不夠 基本上或許效果 沒那麼理想的情況底下的話 能做比較通風的一個場所吃飯 那坐校車也要注意 就有一個換氣比較好的一個空間 共乘校車 共用廁所 手摸來摸去 容易間接接觸 甚至 飯後刷牙 漱口水到處噴 也很危險 多數學校採取分流或改座位上結崖 準備空杯 隔板遮擋噴漸 減少走動 縮短脫口罩和群聚時間 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特別提醒學生 也必須要保持1.5公尺的一個安全距離 重量訓練室也要求用完之後 都必須要消毒清潔 大熱天校隊練習也全程戴口罩 畢竟開學大群聚 家長會擔心 北市統計有近百分之十五的學生 預先請了防疫假 一旦兩人確診 就全校停課 標準嚴格 為了防疫再不舒服 還是得忍 三例新聞領域者增加學 特別報導